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鱼杖大小的碧绿水潭 水潭除了潭水稍微翠绿一些之外 看起来倒没有什么太多的任何异常 雪咒之门 真的就在此地 鲁长老四下打量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尽致的存在 终于忍不住问到了 看着刚才还口口声声说 有七八分相谢 如今就质疑起来的老者 南龙侯邪丑了他一眼 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色 是这里 不会错的 但雪咒之门 如此紧要的地方 自然被苍昆煞人离开的时候 用禁止重新演去了 只要将禁止扯去就可以了 南龙侯不慌不忙的 把目光一转 落到了洞窟中间的水潭上 鲁长老愣了一下 有些恍然的 同样打量起了水潭 这个时候 南龙侯大袖一甩 一根蓝色的小旗 从袖口处飞射而出 然后扑的一声 小旗直接没入了水潭之中 而不见了踪影 然后就见南龙侯 两手一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只见原本平静的水潭表面 忽然之间水波荡漾 潭水慢慢的旋转起来 并且是越来越多 渐渐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在漩涡的中心处 隐隐约约有嗡鸣之声传来 哗 分水旗 哎呀 没有想到南龙兄 竟然还有这么珍惜的宝物啊 陆长老见到此景 有些吃惊了起来 没什么 此旗除了分开水面之外 并没有多大的用途啊 南龙侯却摇了摇头 淡淡的说道 随后他口中一声低喝 两手一扬 又有两道法诀 打入了漩涡之中 潭水一下子高涨树涨的猛然飞开 一条通道出现在了眼前 南龙侯呢 二话不说 纵身化身为一道金光 直接飞入 陆长老稍微犹豫了一下 也化为了白红 紧跟了进去 片刻之后 陆长老的脸色有些发白了 这水潭很深啊 不应该说很深 而应该说是非常深 他足足往下飞行了二三百丈的距离 竟然还没有到底的样子 这让顿光中的他 抬头望了望 化为一个小光点的潭口 心里有点嘀咕 并隐隐的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好在在飞行了百余杖后 终于见到了下方的南龙侯 猛然间顿光一闪缓缓落下 终于到了水潭的底部 老者莫名的心中一松 同样的将顿光一收轻飘而下 潭底啊 足有十几丈大 呈圆形 似乎呢 比潭口还大一些的样子 而地面湿漉漉的 铺着巨大的青石地板 显得光滑异常 中间的青石地面上 插着那杆分水旗 伸入地面半截 但旗面上散发着蓝的灵光 四周都是碧绿异常的高大水墓 直通坛口 微微高耸 这雪咒之门若藏在这里 倒还真是隐秘异常啊 普通人认谁也不会 深入水底数百丈的吧 不过当初苍坤上人 怎么知道此地 这倒有些奇怪咯 鲁长老打亮了腹筋一遍后 眉头一皱 这个 大概 大概是参坤上人 神识过人 直接将分神术 伸入坛底 探测到的吧 南龙豪听了这话不禁一愣 有些不太肯定的说道 可能如此吧 鲁长老摸了摸下巴 目光闪动 南龙豪 略微沉吟了一会儿 就摇了摇头 将心中的这份疑虑 抛至脑后 漠然一拍腰间的除戴 一道白光从带口处飞出 那个当初在内谷入口处 使用过的白色玉佩 被寄到了半空中 滴溜溜的旋转不停 南龙豪 两手掐绝 一道道颜色各异的 发觉不停的打出 往玉佩上飞射而去 转眼之间就被玉佩吸纳个干净 随后白光耀目 玉佩默然面朝一面水墓 停止了转动 并发出了凤鸣般的轻音 拿龙豪一言不发的一抬手 从玉佩用力一点指 玉佩一颤之下 大片的白霞顿时从玉佩表面 喷射而出 向前方席卷而去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白色光幕所过之处 水墓如同破裂的画卷一般 扭曲撕裂开来 在霞光粉碎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面 高约三丈的拱形石门 闪烁着雪色的红光浮现而出 石门表面 雕有一个巨大的独角鬼头 几乎占了石门表面 大半的面积 栩栩如生 争獰凶恶 这 这就是雪中之门 鲁长老嘴角抽搐了一下 喃喃地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此门 他突然有些心惊肉跳 心中大感不安起来 不错 的确是此门 南龙侯望了这扇不大的石门 面露思量之色 但是最后 长出一口气说道 我说 这门上雪气 好像魔性太浓了吧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鲁长老看了一会儿 有些不放心了 哎 此门是上古修士 用全身精血所封印 自然有益于普通的进制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 哎 怎么了 鲁兄 现在想打退堂鼓了 南龙侯目光一转 微微地说道 退堂鼓 头已经到了此处 鲁某怎么会做这种蠢事啊 哎 不过 为了以防外衣 咱们是不是该谨慎一些啊 鲁兄如此一说 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此门的确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哎 这样吧 咱们呀 先在门外布置下几层进制 这样呢 一有了什么不妥 退路也是无忧的呀 南龙侯想了想 神色一缓地说道 好 如此最好 就听道友的吧 鲁长老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欣然同意 于是呢 南龙侯和鲁长老从身上 取出了几套布阵的器具 开始在水潭底部 设置起法阵来 但就在南龙侯两个人准备解禁雪咒之门的时候 在内谷的另一处一座遍布幽黑山石的巨山中 一行几个人正慢慢的向山顶而行 为首的是一个面色阴厉的中年修士 旁边呢 则是一位青山老者 竟然是鬼灵门门主和魏无阳 而王天谷则落后两个人 在他们三个人身后 另有四名结单期鬼灵门的弟子紧紧跟随着 这鬼地方还真他妈邪门 这么偏 竟然上百里都设下了净空尽至 连离地数丈远飞行都不能啊 王天谷望了望头顶处不远的雪红色云霞 喃喃的骂了一句 越是这样 越说明我们找对了地方 若我是上古修士 也会将紧要之地设在如此地方 毕竟有这等禁制存在 想必也没有几名修士 愿意徒步走成一两天到这里来的吧 鬼灵门之主神色不变 平静地说道 哎呀 费了这么多心思 希望我们这次没有找错地方吧 这一路上 我们已经损失了三名弟子了 王天谷露出了几分无奈 鬼灵门之主听了这话 黑黑一笑 并未回答什么 但这个时候 魏无涯 望了望 风顶处 面无表情地说 我们进入内谷之后 也已经走了三日两夜 应该也差不多到了吧 不要告诉我 还要再走上数日吧 哎 魏道有放心 翻过了此山 就到那地方了 不用过于心急 此事若是成了 我们鬼灵门 固然可以成为 魔道第一大宗 那魏道有 突破化神期 可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啊 鬼灵门门主 对魏无涯不敢怠慢 神色一缓 哼 说实话吧 我对灵秒元的传说 并不相信 多半是那些 上古修士 以讹传讹的谣言 若真有这么一处 位于灵界和我们人界交界处的空间 早应该被其他修士找到了 还能保存至今 魏无涯沉默了片刻 有些计讽的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慧兄既然不信 当初为什么一口答应本门的邀请啊 鬼灵门门主并没有露出异色 反而颇感兴趣的反问了一句 王道友都如此郑重其事的几乎将门中的一半精锐尽数而出 自然对坠魔谷此行真有一定把握 想必道友要找的即使不是灵秒元也应该是一处上古修士的密地 老夫既然知道了此事 自然要插上一脚了 你们借助老夫名声来镇住其他入股修士 老夫则分上一些宝物 应该不过分吧 啊 魏无涯想都没想 不客气的说 哈哈哈哈 魏兄倒也是快人快语啊 不过 魏道友有一件事料错了 本宗花费了如此大的心血 正是冲得灵秒元而去的 这灵秒元可不是什么虚假之物 而是确游此地 整个坠魔谷 其实就是上古修士为了专门看守灵秒元而修建的 我们只要翻过此山 再过数个时辰 就可以亲眼得见 到时候开启此处空间 还要靠魏道友多多出力啊 鬼灵门门主一阵大笑 面露一丝狂议说道 魏无涯闻听此言 脸上露出了一丝动容之色 怎么 听王门主话里的意思 似乎手里边已经握有了零秒元存在的证据了 不错 本宗的确有七八成的把握呀 可以确认零秒元的存在 至于是和证据嘛 等到了那里 魏道友自然就会知道的了 此人倒是枭雄本色呀 自身只是原因出其修为 但是面对魏乌鸦这位 原因后期大修士 竟毫无不安之色 魏乌鸦点了点头 脸上神色恢复如初 但是心里边 却不禁冷笑一声 就算眼前的鬼灵门之主说的天花烂坠 没有亲眼见到零秒元的踪迹 他是绝不会相信半分的 当然了 这些话魏乌鸦不会直接说出口的 而是淡然一笑 话题一转 忽然提及到了另外一件事 鬼门的钟长老一入谷之后 就和我等分开行事 如今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也不见会和王门主 能否告知钟道友的下落呀 总不会和其他修士一样 柜门让这么一位 原因中的长老 在坠摸谷中闲逛吧 魏兄说笑了 不瞒道友啊 钟长老其实是去谷中另一处密地 寻找另一宗宝物去了 当然此宝虽然珍惜 但肯定是没有办法和零秒元相提并论了 鬼灵门门主啊 似乎毫不在意这个问题 轻描淡写的回答 听到对方如此坦然的承认 魏乌鸦干笑两声 倒也不好继续追问下去 一行人就这样重新沉寂了下来 继续地向山头闷声走去 在一片坑坑洼洼的乱石堆中 六七名鬼灵门弟子正分散在各处 不停地在一些巨石之下四处寻觅着什么 而鬼灵门的姓钟的老者 漂浮在这片石堆的中心处 一动不动 虽然说他的神石可以轻易地照住数十里之广的荒野之地中 但是要找出一些特定的标记出来 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此位即使心里大感不难 但是呢 也只有依靠门下这些弟子 大海捞针一般的慢慢搜索了 那谷某处大峡谷的出口处 遍布五色峡光的峡谷中 突然传来了雷鸣般的轰隆隆之声 接着峡光大放 一阵电闪雷鸣之后 忽然之间从谷中冲出了一群修士 为首的是一名老道和一名绿袍老者 二人虽然看起来吧 没有任何的损伤 但是形象颇为的狼狈 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 正是天经真人和御灵宗的大长老 东门徒 两人身后啊 是其他五名绿袍修士 同样的衣衫破烂 面色苍白 似乎吃了一些苦头的样子 倒是那两只恶鬼傀儡仍然和原来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变化 总算冲破尽致 进入内谷了 想不到天经道友的两具傀儡如此厉害 几乎和初期顶阶的修士差不了多少了 真是令人羡慕啊 东门徒冲出谷口数十丈远后 才停下了顿光 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峡谷 又瞅了一眼那两只面目猙獰的恶鬼傀儡 目露异色的说道 傀儡就是傀儡 再怎么厉害 又如何能和东门兄的这几位手下相比啊 他们五人各自的修行五行功法中的一种 联手起来 恐怕和原英后期的修士也能抗衡一时吧 天经真人啊 显然对东门徒戒心不小 一出山谷后 故意落后一些 若有若无的拉开了和他的距离 而两名机关傀儡 此时各自一闪 站到了老道的身后 看到此景 东门徒先是脸色一沉 但是随即叹了口气 哭笑了起来 哎呦说 至于吗 天经道友还真对在下够小心的啊 在下原以为经过这两天的协力破阵 道友应该对在下没有什么偏见了才是 道友不如再考虑一下联手知识 我二人合力寻宝的话可比单打独斗稳妥得多呀 哎 东门兄说的哪里话来呀 频道可对道友没有什么偏见 只是频道还是喜欢独来独往 联手知识还是不要再提了吧 现在我二人既然都已经进入了内谷 频道 这就告辞了 天经真人打了个哈哈 若无其事的一口回绝 失了一礼之后 目光就谨慎的盯着对方的脸孔 没有挪开 嘶吼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501回